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被國際制裁 美國總統普廷 曾經多次揚言要報復 還暗指限制糧食出口 有可能是報復的手段之一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六號的時候證實 有可靠的消息指出 俄羅斯竊取烏克蘭糧食 並販賣牟利 澳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就痛批俄羅斯 經由製造糧食危機 來企圖威脅全球各國 自從二月二十四號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引發全球糧食危機 包括穀物 食用油 燃料 和肥料的價格都飆漲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六號在聯合國安理會 發表談話指出 克里姆林宮利用糧食供應 作為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隱形導彈 企圖破壞區域穩定 並透過宣傳推卸責任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 也正嘗試通過包裹交易 以恢復烏克蘭糧食和俄羅斯 糧食與肥料出口 不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有可靠的消息來源指出 俄國正在竊取烏克蘭糧食牟利 布林肯警告 俄國封鎖黑海 以阻止烏克蘭糧食出口 顯示不停想迫使世界各國屈服 並取消制裁策略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也指出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條安全走廊 確保各國船隊能夠運輸股物 澤倫斯基也解釋 由於火車的運送時間太長 因此無法大量運輸糧食 此外透過俄國盟友白俄羅斯出口 也並非選項之一 公司新聞這位仁編譯 並非選項之一 不擔任 彰